我们今天单独说一说这个岭南 这个岭南自古以来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它距离中原路途遥远 而且当时的五岭交通也很困难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的封闭 并且这个地方 气候 地理 文化风俗 各个方面都跟中原主义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岭南地区的形势发展 往往跟中原的形势 三个字不同步 在这个唐皇朝统一战争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特点也展现出来了 在汉代 岭南这个地方 还曾经出现过南越国这样的割据政权 当时秦末 农民大旗 天下大乱 结果秦国南海郡的地方官赵驼 趁机发兵攻打其他郡 然后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个南越国 而这个南越国 实际上无论是当时已经大乱的秦王朝也好 还是后来新兴的汉王朝也好 对于它都有点鞭长莫及 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它竟然能够存在一个世纪左右 一直要到汉武帝时期 才把南越国重新纳入到了版图当中来 那这件事就说明 中原王朝要想实现对这里有效的控制 这个难度那是相当大的 双坏